大家好,我是Gin 今天我们用铸铁锅来做面包 这款面包外皮酥脆,内心却很柔软 口感淳朴天然 制作却特别简单,不需要揉面 500克面粉倒入碗中 加入10克盐 1.5克酵母粉 混合均匀 你看材料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一些核桃仁 我这里是100克烤熟的核桃仁,切碎 加入到面粉中 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其他你喜欢的干果 混合好后加入400克凉水 如果你想让面团快速发酵 那么你就加温水 我今天想做的是冰箱冷藏过夜发酵 低温长时间发酵做出来的面包 口感一定比快速发酵的面包好 相信我 混合所有的材料至没有干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加盖参金布,常温放置两个小时后 放入冰箱冷藏过夜 这就是第二天从冰箱拿出来时候的状态 很蓬松并且有很多气泡 已经发的很好了 搅拌一下 排出所有的气泡 操作板上撒一些干面粉 把面团移到操作板上 由于面团比较湿软粘手 所以可以借助刮刀板来折叠面团 手上蘸一些面粉 给它塑形成一个圆球状 大碗上先放一张烘焙纸 将塑形好的面团放入 加盖参金布等待二次发酵至1.5倍大 面团快发酵好的时候 我们预热烤箱450华氏度 烤箱预热的时候 要把铸铁锅放入一同预热 需要注意的是 你的铸铁锅的把手一定是金属的 不是塑料的 烤箱预热好后取出铸铁锅 一定记得戴手套啊 非常烫啊 连同烘焙纸一起把面团放入烤锅内 加盖放入烤箱 450华氏度烤30分钟 30分钟后取出铁锅 揭开盖 去掉烘焙纸 不要加盖继续烤10分钟 表面颜色满意就可以出炉了 刚出炉的面包表皮特别酥脆 稍微放凉一会就可以切片了 面包的内部组织非常柔软 布满了很多小气孔 趁面包温热的时候抹一些黄油 啊 太美味了 绝对是最简单 却是最好吃的祖食面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